那接下来我们讲 《如意宝藏论》当中的话 七十戒的行程 有些十戒的行程都讲了 空戒 陈戒 诸戒和坏戒 讲这么几个 其中我们现在正在讲诸戒 诸戒的时候 诸戒有二十个小的中戒 二十个中戒当中 那天我们说了 应该是第九个中戒当中 是吧 当时也是这样讲的 现在我们讲到中戒 实际上是有很多生存的名言 生存的概念 生存的知识 所以这些通过佛教的道理来知道 也是有必要的 这几天我们做讲道的内容当中 没有什么密法的修行 也没有什么特别深的窍诀 但是从佛教层面解释 人类世间生存的一些知识 所以《如意宝藏论》 它不仅是讲佛教的 还要讲很多世间的密言和知识 这也是从佛教的观点来讲 这样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有些人觉得 佛教是只讲出世的 不讲如实 不讲现实 其实也不是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 佛教的经论当中 确实是把这些道理 讲得也是那么清楚 所以说佛教的知识 如果我们学了以后 实际上读世间的书 也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世间当中读小学 中学 高中 初中 一层一层地读下去 《如意宝藏论》 世间当中有说法 只要把《如意宝藏论》 学得很好 世间和初世间的大概道理 都会明白的 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一些 在显戒当中的特别的知识 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 今天讲到六种圣戒 六护为 七满七教 四名言 一戒诸多名言经 这里讲到了六种圣戒 就是六种圣戒 像汉地的《瑜伽识地论》里面 讲到六种活命 活命好像有点白了 不过这个也是可以一种说是活命吧 我们农业也好 商业也好 母业 供业 温提宿利 温提宿利也可能温学 宿利 确实数学和一些理科方便的知识 还有除此之外的 其他的供桥业 佛教里面也是应该 把这些讲得很好吧 农业 现在可能主要是 全世界来讲是旅游业 还有商业 旅游业确实也是一个商业吧 然后农业和牧业 其实农业和牧业也是很重要的 像去年出现疫情的时候 好多农牧民比较安全 这个商业的话 你看人全部都已经挡住了 像周围的一些 包括像斯里兰卡 马来西亚 好多国家这几年国际开放 开放以后 没有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修了很多宾馆 各种海盗 就是这样 后来国际的往来中断以后 好多都活不下去了 所以确实商业还是带有一定的风险性的 农业和牧业 可能是比较安全的 农民和牧民基本上除了特殊情况以外 他的生活比较有保障的 然后还有工业 还有文体力 这些文学和艺术 或者一些理科方面的 可能包括数学 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数理化很重要的 就是这么一个时代 还除此之外的一些工业 工巧业 工巧业的话 就像现在好多地方有技术学院 有各种技术 其实这是属于工巧方面的 其实我们佛教徒将来 一方面通过佛教的道场 寺院 中心 这样来弘扬佛法和对众生带来利益 另一个方面可能工巧民 农业 圣业 这些也是对利益众生的一种方法 现在他们经常提倡所谓的 相存真心 所谓相存真心当中 也有很多世间的理论 包括我们做一些寿院 做图书馆 做技术学院 做养老院 做盲人学院 或者做按摩的各种健身中心等等 这样的话 这也是现实当中人们比较能接受的 这种方式可能我们也比较容易方便吧 不然我们建一个寺院 现在可能越来越难 然后以佛教的方式来灌顶传法 可能暂时一段时间来讲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世间的一种方法 也实际上很多人得到了利益 比如说你在这里 修一个小小的绿殿 然后女殿 一方面可能是她有一种身影的 自经的流转这些 但另一方面 如果你的行事很好 可能帮助身边的有些人 至少是她的生活上 或者说是工作上等等 这也是一种方法吧 我们佛教徒将来也是可能值得可以考虑的 然后还有叫做六种护卫 这个就是 响堆 马堆 车堆 兵堆 还有财产 亲友 以及以此来保护脂肪 以前古代是这样的 但现在也大多数这样 比如说像印度 响堆比较多 现在也有一些 像藏地的话 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 马队 还有马车的车堆 兵堆 还有财产 亲友 这些来维护的 尤其是可能身份比较高一点的人 这样有很多的四大队 四队来维护等等 这也是可能现在 但是有时候队伍多的话 也不一定能维护 你看安倍晋三的话 他护卫有些说是十七个人 也有很多专业的人 但是当场开两枪的时候 基本上那些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在干嘛 可能也许也来不及了 那个人他装着照相机 然后把这个枪砍起来 用黑色的脚步做成一个照相机一样 他开始杀他的 所以有时候可能身边的队伍再多 前行里面讲 如果真正死亡无常到来的时候 你哪怕是无缝的 一个铁箱子里面装着 有无数的护卫来保护的话 实际上是不一定能 保全自己的生命 这也是死亡真正到来的时候 很难的 但是实际上每个人 尤其是有一些有一定身份的人 这样的话 这种维护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有时候可能能成功 有些时候如果有了这样 反而更加的不安全 也有这样的情况 讲到人生的七苦 生老病死 还有愿争悔苦 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他这里无缘进去苦 这里面没有讲 好像那个愧疾大师说 这个是什么原因 又讲了一个道理 但是我忘了 实际上生老死病 大家都知道 愿争悔苦 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的苦真的是 基本上可以包括在这里面 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四生里面 所有的生都已经包括了 我们的苦也确实生老死病的痛苦 还有我们经常遇到 不愿意结束的 或者你不愿意见到的 不愿意带来的这些事情 经常露到头上 自己喜欢的经常离开的 还有自己想得到的 财也好 名也好 利也好 什么什么 一直是得不到的 所以从这样的一种 我们人生八苦也好 人生七苦当中也确实看得到 这个佛教里面所讲到的 特别的到位吧 我并不是因为 自己是一个佛教徒的原因 拼命地赞叹佛教 我们可以想一想吗 我们人生当中 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痛苦 但这些痛苦的话 自己也可以马上说 我的这个苦到底是什么苦 这个应该是埃别利苦 这个是愿赞悔苦 这个是求不得苦 这个肯定是进去的苦等等 应该可以这么说的 所以说 我们的这种苦 佛教里面真的讲 死地也好 十二缘起也好 好多道理 你不学的话 可能不知道 一学了以后 确实很多世间的有一些 我们也学过世间的神文学 包括树立学 西方哲学 但是这些说得特别多 但实际上真正是有归纳心的 像这些道理 归纳心的 这样说的话应该是很少 佛教的这种八苦里面 应该说我们人生当中 所有的这些苦都可以涵盖的 这些道理还是应该值得生生 然后下面讲的情慢 这个情慢的话 俱舍论当中也讲过 智舍辱门当中也讲过 情慢就是说傲 首先是慢吧 傲嘛 傲嘛也可以 第一个是慢 慢的话 一般我们比如说慢和过慢 慢过慢的话 对下等的人面前说 我比他好 中等的人面前觉得我比他好 高的人面前认为我对他好好 其实自己并不是很好的 但是自己觉得比他超越 不仅是在心里面想 而且他身体和语言的行为上 也可以显出各种姿态 就是这样的 我慢呢 指的是我执 我们众生的我执就是我慢 然后增上慢 自己根本没有这些功德 但是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有 得神通了 自己已经开悟了 自己已经很了不起的 这个叫做增上慢 还有一些悲慢 悲慢的话 一种很卑微的傲慢 自己是很谦虚的 其实我这个谦虚是应该很好的 人我是很低调的 我的这种方式是很好的 别人都不好 我这样的低调 我这样的自主少欲 我这样的潜行学习 这个是很重要 如果自己这样 看起来都是你很卑微的 但实际上心里面 我对这种方式应该是超越这些人 别人都是很傲慢的 我是很低调的 但实际上这种心态 比别人还有一种超胜的感受 然后邪慢 邪慢的话 肯定不是真理邪道 比如说有些人把贪欲 以爱情来赞颂 有些人赞佛陀的 其他的一些宗派 杀害众生作为一种英雄 作为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功德来看 这个是一种邪慢 其实你这样认为的话 实际上这是一种邪见 但是自己认为是可以的 有一些外道 依靠物货来焚烧的话 觉得这是特别特别的殊胜 有些人是跳在河里面 自己研磨的话 觉得这种精神是很可嘉的 这些都是邪慢当中 然后起脚 其实有些佛经当中讲 我们这个慢其实不应该慢的 比如说是一个母头座的人 如果母恶人 如果这个的话 没有什么慢的 愿意依靠一些零件来造作吧 觉得如果他傲慢的话 就是很奇妙的 其实我们欲见的众生 都是业和烦恼支配下的一种工具而已 也没有什么可傲慢的 你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 其实你也并不是那么有功德的人 所以应该我们可以 以这样的道理来理解 然后接下来就是七教 中足教 戎毛教 少华教 五宾教 还有财富教 宝田教 广闻教 这个比较好懂吧 我的教和慢 大家都知道 慢是在生语上面出现 然后教的话 这是自己心里面很骄傲的 但是语言不一定说的 身体也不一定 这是心里面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我是国王中心的 我的父亲是领导 我的中心很不错 我的小帽子真的很好看的 我一照镜子的时候 真的很漂亮 特别好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还没有老 其他人都很难看 这样 但他也给别人也不说 这是心里面这样认为 然后少华 自己觉得我是很年轻的 真的是 现在非常棒 然后没有病 你看我非常健康 这几年从来没有生过病 医院都从来没有去过 然后财富 钱就过目多多地有 然后那个《青影书》里面记得是 《种族》和《向往》 还有可能《广闻》和《少华》 全是记得是有五种教 这里面有一个叫《宝天教》 宝天教的话 可能自己觉得 比如说残害别人 践踏别人 或者损害别人 很厉害的 我们不是现在一般残军 或者这个时候你当什么警察 这个时候他们都可能经常赞叹 你的这种引用无为的精神 甚至杀戮敌人 这是一个英雄的标志 值得赞叹的 就是我杀了多少多少人啊 我打架 我们藏地都是这样的 头上有伤痕的话 说明还是比较厉害的 爱打架的人 但是这个伤痕背后不能有 如果背后有的话 跑的时候后面打得来的 所以这个不是很英雄的标志 如果在前额上有的话 说明是跟他进行冲突的时候打的 还说明是比较 算是一种英雄的象征 还有这个广闻 我学过什么五部大论啊 我有多少多少的论啊 就这样自己觉得 这些是教 然后讲到名言的话 也有四种名言 比如说听闻名言 辨别名言 还有现见名言和智慧名言 他这里讲的听闻名言 实际上自己在别人面前听闻 听闻以后 把这个道理讲给别人 其实这个世间当中的 大多数都是听闻名言 我们从小都是 要么在老师面前听的 要么在父母面前听的 然后给别人讲的话 这个叫做听闻名言 辨别名言的话 自己可能没有讲过 也没有什么听过 但是通过自己的思维来观察 观察以后自己抉择出一些道理 这个讲给别人 这个应该有一定创意的这些吧 因为你也没有听 但是有些人确实自己还是有一种 开窗的智慧吧 还有一个现见的名言 不管是世间出世间 以自己的亲眼目睹来见到这个道理 然后这个道理讲给别人 这个并不是光是听闻的 还有智慧名言的话 那通过个别自证 通过上师的智慈 通过其他的一种表示方法来 认识自己心的本性 或者是显量证悟 显量见到 显见 或者是你真正出现到事物的真相 这个叫做四种名言 其实还有我们名言的记 比如说在意义上讲的话 有很多很多名言的基础 但这个倒是可能说不完的 特别多的 关于众生方面的 领受方面的 执着方面的 财务方面的 科技方面的 包括我们人的话 也是人的意识方面的 凡是有各种各样的意义 都有不同的名言 尤其是我们人类社会 不断地在前面有变化 有变化的时候 它的名言也是不断地在变化当中 所以有些名言用得不够 这样的话要创造新的名言 每个民族 比如说大的民族 它用的名称和名言 好多大多数的人在用 但是有些小的民族 和小的凡处当中人的这种名言 逐渐逐渐都是在消失 其实为了弘扬佛法也好 弘扬我们世间的真理的时候 那这个名言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不是专门讲词典学 词典学 其实词典里面有新的名称 还有旧的名称 还有特别新的 有些新的事物发生的时候 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 那你必须要给他取上一个 非常合理的名称 否则这个以后没办法来 包括我们出生一个新的人 这个也要一个新的名称 如果没有名称的话 你光是男的 女的 或者是异乐 异母 这样肯定不行的 所以它有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积各种各样的 因为有些是按我们取名的时候 有些是有原因而去的 比如说取的外号 或者有不吉祥表示的 这些也有 有些是凭自己的想象而去的 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而且也没办法用自作的解释 所以这个名言 因为不同的意义 其实是有很多的名言 有无常的意义的名言 然后常有的意义的名言 包括我们新的事物 可能电器方面的也好 或者说自然界方面的 动物方面的 植物方面的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名言 其实这些 在佛教的论典当中也有 包括我们藏文和汉文的 大藏经和论诸当中 有这些名言 有了这些名言以后 我们也是看到一个 应该学会分析 这个很重要 遇到了一个新的词的时候 那它的用处是什么 它的词性是什么 那它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在 我们人类的典故里面的等等 其实很多人是学 词典学是很重要的 但很多人也是从意义方面 其他都不一定特别重视 这个刚才名言经也是特别多的意思 我在这里 你们自己也可以看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话 接下来可以自己分析 然后颂词当中说是 了者六诗 金九诗 眷属八诗等工厂 首先讲了 了者六诗 这个六诗应该 云 戒 除 缘起 除 非除 根 这六个诗 这六个诗 其中的云 我们不是正讲《冷严经》吗 《无云》 大家应该是清楚的 戒的话 地水火风 空和石的六个戒 《中观宝门论》当中 也是讲得清楚 除的话 十二除 也是我们刚刚讲了 《冷严经》 大家都知道 十二除 然后那个缘起 十二缘起 从无明行使 明舍到最后老师之间的十二个缘起 然后这里除和非除 其实非除的话 指的是苦地和极地所舍的法 应该断的 非除的话 不合理的除 不合理的除 除的话也就是说 灭地和道地所舍的 一切涅槃方面的法 这是我们除和非除 除非除 还有讲了根 根的话 讲有色根和无色根 有色根的话 也而彼此生 这个是有色根 无色根的话 主要是从意识来分的 用意识来分的话 那我们心根 精进根 念根 定根 慧根 我们智慧无根 这个是有根 然后在这个上面 还可以加上解脱之根 还有我们像《俱舍论》 其他当中讲了二十二根 我们平时的六根上面 加男根 女根 还有无漏的善根 什么圣根 名根 凡是大乘阿比达摩 和小乘阿比达摩当中 都讲了世间的这些根 还有圣者的根的话 刚才那个清净的无根上面 加上解脱之根等等 那么这些你们也可以 看看一些相关的书吧 尤其是在《俱舍论》当中 大乘阿比达摩 跟小乘阿比达摩的有些说法 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也是基本上这个意思都是相同的 这样的话 为什么叫根 为什么叫有舌根 为什么叫无舌根 等等 这些道理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我觉得佛教里面分析这些 挺有意思的 他这里讲佛经九识 讲到众生识 指的是舍等这些乌云的 还有讲受用识 受用识就是前面讲的杀诸 还有残生识 残生识是损失的杀之缘起 缘起杀之吧 然后还有一个叫安住识 安住识就是众生生存的 我们前面讲的四种识 还有一个叫然无识 然无识应该是苦地和寂地所舍的这些法 清净是灭地和道地所舍的法 还有一个叫做种种识 种种识实际上是我们众生有无量的戒 这个戒是很重要的 戒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忘了没有 学宝讯论的时候 这个戒性分析的应该是很好 其实我们学了特别好的一些论典 但我不知道你们学得怎么样 比如说 经庄严论 宝讯论 前几年我们传的这些法 如果你们没有忘的话 应该佛教很多圣的道理应该非常清楚 比如说 他这里说是种种识 从众生的戒来讲也是可以的 因为众生的戒性确实不同的 有些是爱吃甜的 有些是爱吃苦的 酸的 辣的等等 有些喜欢白色的 有些喜欢黑色的 有些喜欢蓝色的等等 但出家人你不喜欢 也是只有穿红色的 对吧 也没办法 现在我们撤离的话 这样的 这是你的职业 你的身份所限制吧 应该是这样 但大动手应该是 可能我们这里很多人在家的时候 可能不是这样的 在家的时候 有些人是一辈子穿黑色的 有些是一辈子穿白色的 反正每个人的戒性确实是不同的 从戒性角度来讲 这叫做一种戒 众生的心也有一个戒 外面的食物也有个戒 比如说 看起来这是石头 但是石头当中 它有风的戒 火的戒 什么 水的戒 还有其他包括虚空的戒 所以我们万事万物的 这种食物的本质上面来讲 可能确实这个戒性 非常复杂的 包括我们人的这种根性 戒性也是非常复杂的 每个人的这种戒性肯定不同的 有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人为什么跟我想法不同 其实确实他的戒性完全是不同的 同样子 你生长在一个天地里面 但是两个可能 植物的 包括它的味道很多都不相同 因为它的因不同 因不同的话果显然是不同的 所以它这里光是所有的无量戒 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你学过《宝心论》 学过《经众案论》的时候 就知道世间当中的很多很多的道理 其实不一定是我想象的那样 那么简单的 应该是它有有心的戒性 无心的戒性 有些是力量性的 有些是怎么讲 连理量都可能不明显的 将来可以成熟的戒性 光是我们众生的戒性 当时讲《宝心论》的时候 我自己好像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 光讲戒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看起来都是一个石头 但是这个石头当中 如果有专门专家 它来看这里面就成的原料元素 多的是来 它有各种不同的一些机器 来进行融化或者什么 都有有些是药的 有些是毒的 有些是可以做各种植物 包括我们现在藏族的藏制 现在我们这样的 像德哥那边 用藏制作的大藏经很贵很贵的 但是藏制实际上就是 我们在外面看到的有些草 这些草现在也是这样的 藏族人自己依靠自己的一种智慧 他完全都是可以做的 只不过做的时候比较费劲一点 我都有时候经常把卫生纸拿来 卫生纸拿来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纸有三四层 确实现在人还是很辛苦的 啊 我看有没有微生纸 我看这个有没有 好像这个没有 有没有 我看一下 这样这个 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 这个有些 这个好像只有一层 这个是只有一层 是不是 都是那些一样的 我看这个是 不浪费你的 你自己来回去 这个好多吃 看一下 种种戒心的话 我要观察一下 你看 我们平时用的这是一个 嗯 三层 四层 是吗 不要拿来 再不要劳来 我在法座上 你们拿了那么多卫生纸 我干嘛 这里有四层 刚才说了 四层是你的 所以种种戒心是 用卫生纸来介绍 还有本世事 比如说佛陀 菩萨 僧文 他们的那种事迹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所说事 所说事就是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在这里不光说 大家都是应该分清楚的 还有一种叫眷属八识 眷属是其实众多的意思 《瑜伽十地论》里面说 八重 众是众生的事 有时候眷属的话 好像诸尊分开来 其实他这里眷属是众多的意思 那这个当中 什么王族 婆罗门 施主 沙门 还有四大天王 三十三天 还有魔众 梵天 这些都是应该 众多的一种名称吧 在众生当中 还有我们刚才本颂词当中 共乘 这个共乘的意思 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些 我们在这个诸界的世界当中 其实还有很多的 不管是国王也好 婆罗门也好 在家人 出家人 商人 还有各种各样的论典当中 所说的诸界的道理 他们的论典 他们的法典 他们的古典当中 所说的各种名称 不仅是一种名称 自古依赖的 应该是有特别多的 所以我们如果比较细一点 比如说你看了一本书 这个是可能清朝的时候 这个是元朝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唐朝的时候 或者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 或者下上诸朝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有些论典 去看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名言 这些都是应该这样的 所以我们觉得佛教当中 所讲到的很多名言确实也是很有必要 大家值得分析 当然有些人想 为什么佛教当中那么厉害呢 为什么现在包括电脑 软件 右盘 硬盘 这些为什么不提出来 其实不一定要提出来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事物变化是 前人不一定全部都能说出来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科学家 他们所提出的话 再过两百年 再过两千年以后 我们现有的这些名词 不一定用得上 我们现在认为 很了不起的这些科学家 他对再过几千年的名言 不一定能做得很准 所以说佛教也实际上是 在人类世间当中的一种智慧的学术 它这里面没有说的 还没有完善的 这个是可以有的 因为人类世间它是一种部分的知识 集聚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接受的 并不是我们现在世间的所有的名言 过去两千多年前的时候 一定要全部要说出来 不需要这样的 而且我们也以前讲过 所谓的佛陀编制 总是扭转在轮回当中如何解脱的 从这个层面来讲的 虽然佛陀也是对兽医 蚂医的兽 这些都是当次确实了如指掌的 但是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解脱 对我们的灭苦不一定那么重要 这样一来 我们现在佛教的这些名言 实际上大多数都应该可以完全地 现实现在的生活当中 可能任何一个其他的 包括我们可能其他有些 两千多年前的有些书当中 对现在说得那么准确的有没有 自己也可以去观察 这样一来 我们在诸界当中 还有很多的名类也好 知识也好 还有很多的道理 也可以在其他的论典 包括佛教当中 像阿含经 阿含经 有《长阿含经》和《扎阿含经》 还有《正义阿含经》 这些当中也是讲得比较清楚的 每一个经典当中 着重宣说的道理也是不同的 佛陀在其他的相关经典当中也讲了 我们凡是诸界当中 有很多的名言 包括我们现在 比如说从短的方面来讲 我们现在这个纳容 从五到有 现在正在已经形成 形成以后是注释的时候 在注释的时候很多 我们自己专用的各种各样的名称 再过可能几百年 纳容到时候如果没有的话 那个时候有没有也不知道 所以其实每一个众生 从自身的角度来讲 他也有一个称注悔空吧 也可以这么安立的 因此在诸界的时候 有很多人类 符合他自己的各种知识和各种名称 要不今天如意宝藏能讲到这里 这些认识和 int kombin调讲到这里 但是我今天现在把它谈绝和各种 就是这样的音乐 传统别的应目标 但我们现在我们来讲到这里 尸体这个观传统和留学 我们在读界的观传统和中文 那我们在读界的人 是一个读界的人 喜欢的되 FO 我们的读界的人